今天包專居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樂高71806阿剛的土元素戰機甲 盒子這樣子 那不廢話直接給大家看內容物 售價大概台灣大概都是500多塊 那本人的朋友剛剛有去買到特價品 那反正最後結果本人就是 大概也是300多塊拿到 算蠻便宜的一組 人偶有兩個 分別是土仁者阿剛 跟一個檳榔 檳榔 人偶是這樣子 人偶是雙面頭 然後其實臉蠻帥的 我必須講人偶的臉 那個狼的臉蠻帥的 正面這樣子 然後他給的是一把彎刀 但不知道什麼沒有給多的 我這一組沒有拿到多的 正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然後肩甲是可以拿掉的 肩甲是可以拿掉的 然後臉是這樣子 臉是一個戴著面具的人偶臉 然後 頭盔的是這樣子 頭盔的是看起來是戴著一個面具 注意看他應該原本還是個人 然後他戴的是一個人狼的面具這樣子 戴上去這樣 正面 側面 除此你帶上一個機甲 然後去打一個這樣子的人 我想應該打得過吧 然後阿剛這樣子 正面 後面 雙面頭阿 也可以換成這樣子的臉 朝中機甲用的臉阿 這樣 正面 土元素阿 你知道 然後他有一把武士刀阿 他本人不小心把他剛把完時掉到地上被地板吃掉 找不到 原本有一把金色武士刀他可以拿 然後可以拿或者是別在這裡阿 但本人就是掉了就算 那再來就介紹機甲 機甲是這樣子阿 我個人蠻喜歡這種機甲的 就有點可愛 然後打開是這樣子 機甲唯一的塗裝 就胸口這一個 這一個零件阿 這個是一個印製的 這個我還蠻喜歡的 其他就沒有什麼 然後你只要把他人 裝進去 就可以操作阿 正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有點像浩克破壞者阿 然後 基本上的關節其實沒有太多阿 他們現在的 我不是很喜歡這種零件阿 這一個零件 這零件 手腳都可以用 然後可以很明顯的讓機甲很明顯的變大 變很快 但是 他就直接捨棄了這個所謂的手肘這個功能 或者是腳踝那個功能 我個人是 我個人不愛阿 這個零件很常在那個小型的機甲上用到 有點可 我個人不愛阿 但反正 現在就主打一個便 便 便捷性阿 這是球型關節 手肘 肩膀是球型關節 手掌 這算是手掌還可以打開阿 膝蓋可以推 腳掌這個關節可以推 所以他其實可以開成這樣子 可動化其實蠻大的 然後看起來都有那種 再加上他本身是黑色配上那種透明零件的感覺 有點那種熔岩的感覺 我很喜歡阿 然後武器 官方的版本其實是這一個 拔不起來 他的黑色零件是裝在中間阿 這是官方的版本 那我可以跟你講 基本上裝 我可以給大家看他裝上官方的版本後 看圖還沒有什麼感覺 但其實你從側面看一看阿 基本上他的槌子其實 會有點卡阿 他槌子有點卡 所以我個人的建議你還是把他這個拔掉阿 裝在這邊 比例上會比較好看一點點阿 這一組機甲算是一個我個人覺得 是因為特價本人才充的一組阿 反正就當做買人偶的話 我覺得還算不錯兩隻人偶阿 樂高旋風忍者系列 71806阿 阿剛的土元素機器人阿 正面這樣 後面這樣 可動範圍其實沒有太多 但這一組是蠻可愛的阿 旋風忍者 有些時候有些機器人機甲真的還蠻好看 人偶有時候也有些也還不錯阿 雖然這個系列好像在台灣沒有很受歡迎就是 台灣好像沒有很喜歡這個系列 不知道為什麼 那今天影片介紹到這裡阿 這是樂高71806阿剛的土元素機器人 對阿